照亮天山沿洞的十千滑雪壁画 中国大陆新生代偶像 易祥迁徙为2022冬季奥运拍宣传片 替冬奥暖身 亮相的还有奖牌们 设计灵感取自古代的童星园玉璧 五环围绕雪花庄典带有古典中国风 这标志着我们所有的筹办工作 已经准备就绪 也是向世界宣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但此刻旅游团疫情蔓延 中共大陆单日新增50例本土确诊 外加4例本土无症状患者 是这波疫情目前的高峰 北京冬奥提出封闭管理的防疫措施 必须要成个专用的交通工具 不能够脱离这个闭环 不能够跟社会面接触 但这招不是北京首创 东京奥运也这么做 只是违规破口依旧多 细节也正在跟国际奥会进行沟通 不遵守防疫手册规定的 可能会面临着警告 临时和永久撤销注册资格 临时和永久取消参资资格 或者逐出比赛 在冬季奥运会倒数破百记者会上宣布了 选手村将在1月27号开村 以及2月2号开始传递圣火 至于开闭幕式将会以简约安全为主 因为官员都坦言了 现在的疫情干扰仍是奥运会的最大挑战 以上TPP的新闻